保齡查室中毒案跟什么毒素有关 那个什么酵米酸素 下一题 ETF原大台湾价值高席的代号是多少 00940 正确 端午节想要获得好运要做什么事 立蛋 正确 YouTube订阅打几人会获得白银奖牌 十万 正确 动画冰雪奇缘的雪人叫做什么呢 雪宝 正确 韩国团体17共有几位成员 九位 下一题 由老板随意切小菜的台湾小吃称为什么呢 黑板前 正确 全球第一支YouTube影片拍摄地点在哪里 美国 下一题 中国神话故事当中谁用五色食来补天 女娃 正确 全球首作《七龙株乐园》在哪个国家呢 那个那个那个 杀佛家吗 正确 买光演唱会的门票并高价卖出的人叫什么 黄牛 正确 相铺职业选手入门体重是几公斤 七十五好了 正确 Facebook主要创办人是谁 马克祖乐伯 正确 Windows游戏踩地雷 最小的模式是几乘几 那个那个 八成八 正确 台湾专门给网络创作者的奖叫做什么呢 左中奖 正确 YouTuber浩浩的老婆是谁 邓福如 正确 HBL篮球赛 哪一座高中有绿色神盾的美名 松山高中 正确 俗语打蛇打七寸 暂停 他使出了关主连打 好 我们请关主 俗语打蛇打七寸 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部位 心脏 正确 日本神社的守水社应该要先起哪只手呢 左手 正确 最常跟周杰伦合作的作词人是谁 方文山 正确 格兰的风车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海水 正确 来 时间暂停 好 没有了 什么说明会人啊 神经病 咬得很紧耶 太强了吧 一两秒耶 我先看有哪些没有答对的 没有答对的是什么 第一题啊 好 注意十四题 保龄茶室中毒案和什么毒素有关联 是 目前知道的啦 米酵菌酸 刚刚讲反了啦 对 你刚刚讲反了 那因为我们台湾很爱常吃一些米制品 为了怕大家以后好像对米制品都会害怕 所以后来给它证明叫做邦克裂酸 邦克裂酸其实就是一开始新闻出现的米酵菌酸 那这种毒素呢 它其实在PH值中性的环境里面 而且是摄氏大概常温22到30度就很容易出现 在长时间发酵且保存不当的淀粉制品当中 所以很危险啦 是 要小心 诶 刚刚那个 7000 我也还做 7000 他都背得出来 7000 我马上10几张他一直跌价啊 没有 那月配席的嘛 9点多而已 每个月可以领利息啊 对啊 而且我们录之前 他说上次谁 BTS几个人 小赖答错 那个几个人 对 这一题就来了 7000 这种节目就来了 7000 几个 13个 我记得是K-POP 对 我是这方面的那个资料 那你跟他讲一下13个 因为他们呢是13个人 然后加上总共有三个小分队 加上一个是他们整个17 一整个 所以加起来17 对 17 所以你看 真的K-POP很厉害喔 是 早上演讲可以吧 可以 全球 全球第一支YouTube影片拍摄地点 那你应该在哪里 在 动物园 哇 这我也不知道 对 因为那时候YouTube这个平台 他就只是刚 刚开启啦 然后他要鼓励大家上传 所以第一支上传的影片 他就是我在动物园 然后里面19秒 也没有什么人讲话 他就这样拍19秒 就上传上去 对 然后他现在已经 因为他第一支嘛 第一支 累积了3.1亿次的观看 你看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其实不用拍得太有趣 就 就其实真的不用啊 对 因为很多人他们 你放个35秒放在那边 很多人都会留言 我到底看了什么 但他还是会来看 对 只要有一亿个人点 我到底看了什么 我就有一亿的收益了 是 我都想好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的来宾还领先2秒 领先2秒 你要换还是要坚持下去 我可以不要换 你好厉害喔 要换人了啦 那你已经没有记得他了 有了 大错了 可以随时换人吗 你不行 没有了 你也就剩39秒啊 对啊 没有了 我都拿不出来耶 我会害死你吗 可以不要一直 那么高八度的身体吗 我会害死你吗 我会害死你吗 对 我有直信多了 对不对 我很痛 你们知道 拜托你了 我真的不亂了 加油 加油 其实那个就在眼前 最后一步了 我刚有礼拜你唱都不会耶 拜托是说 当然给他们长一点的题目好不好 不要简单 长就可以了 要在面前一时间就知道 要脚了 好 那待会是由隆隆先开始 隆隆先喔 先开始啦 加油 老师 请出题 日本 下一题 世界上价值最高的香料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下一题 布拉格城堡位于哪一个国家 布拉格城堡在 我是智障耶 杰克 正确 哎哟 电影《穿着普拉达的恶魔》 饰演菜鸟女主角的是谁 安海色威 正确 这太远了 在中药里被称为地龙的是哪一种动物 地龙 嗯 不自龙龙喔 爹 嘉一提 第一间蓝带厨艺学校成立在哪一个国家呢 李婆 嘉一提 习俗 送肉粽 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最常见 脏话 正确 大气中负责吸收紫外线保护生物的气体是什么呢 臭氧层 正确 中国哪一位皇帝统一了货币还有度量衡 时间到 好 要打吗 统一了货币还有度量衡 统一货币度量衡 统一货币 就是粉书坑入侵式皇 答对 对 对 柯同伟书同伟 统一货币度量衡 那我们来看刚刚有一些没有答对的 扭蛋最早起源呢 其实是在美国 只是说日本现在把它发扬光大 但是那一开始在美国就在早货店的门口 然后里面很多都是口香糖零食 小小顆的 是不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在那 甘霸店那种 红筷 真的 对 圆圆的 然后里面就一个糖果这样 小小的那种 那其实世界上价值最高的香料就是 泛红花 泛红花 对 就是一小包 它一公斤就要价一万美元 所以一公斤台币是三十几万 对 因为它每一朵都要人工采收 而且你要赶在日出之前 避免阳光照 因为阳光只要一照到它 那个花朵就会枯萎 它也是人工 工法很贵 也不好栽种 所以价值很高 中药里面被称为地龙的 就是蚯蚓 是蚌蚓 是蚌蚓嗎 地龙 也是中药材 蚯蚓你晒干之后呢 加工可以成为中药材 对你的肝 皮 膀胱筋都有作用 可以帮助你利尿 还有通你的筋肉 如果平常很容易喘的 也可以帮你舒缓 法国第一间 蓝带厨艺学校成立在 法国啦 蓝带厨艺 就法国蓝带厨艺 姐姐讲 讲得是顺了 对 1895年 很可惜 挑战失败 嗨 跟星星就是一上去以后 就觉得 太紧身了吧 所以好像瞬间回到 第一次讲脱口秀的时候 真的 而且他们真的太高了 我很压迫感好不好 真的 谁太高 是身高问题吗 对 是坐太高 秋叶艺 坐太高 秋叶艺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不是 我已经穿高分线 我尽量了 对 那会不会他们两个 等一下下来比你还来 我太鼓勵了 有可能 而且很多网友都在讨论说 奇怪 关主的下半身到底穿什么 会不会跟主播一样 还是我们就请他们下一个公司 走台步 走台步 很棒啊 因为她说他们坐太高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看他们全身 没有那么害怕 没有 没有穿 对 有那么害怕了吧 对 有 很漂亮 是 那今天谢谢关主 要帮我们守住大家 好 谢谢两根量情的招语 没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我们百变之多星 一起公开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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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